从今年年初开始大小工程不断进行的仁爱区重要道路流民船路 半年来居民以及民船国中师生饱受道路施工困扰 接获民众反应的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特地出面要求市政府公务处要积极协调 包括水公司等各管线单位配合施工 终于在8月24号清晨完成道路铺设以及划线的工作 让当地里民孝称终于从越野赛道变成F1赛道 在市政府公务处长陈耀川等人陪同下 议长佟资委也到现场视察 并且感谢公务处的辛苦 赶在开学前完成整体铺路和划线的工作 造成我们流民船路居民非常严重的一个生活品质勘率 那我们在上个月特别要求公务处 因为我们上一个月有忽然间停水了两次 水公司并没有通知我们在地的居民跟在地的里长 那我们特别要求公务处跳出来整合我们所有的管线单位 包含水电瓦斯电信等等 相关所有单位一次做修补完了以后 我们的公务处再一次做马路的跑步动作 那我们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药川处长 还有我们科长非常用心的来 亲自的来把流民船路的品质做到好 让我们的居民 还给我们居民应该有的生活品质 所以我们刚刚有里民戏称说这里面可以跑F1的这个赛车的超跑 通知卫也希望未来其他工程施工都能够比照流民船路的范例来施作 相信可以缩短施工时间提升施工品质 更能减少民众的不方便 我想这样子的品质应该是我们可以做为一个示范 也就是我们希望未来全基隆市的每一条道路都可以用相关的管控措施 把我们的这个管控措施做好以后 我们的道路品质就一定可以更好 那我们希望让全市的居民都可以感受基隆的这个道路品质 回家的道路都是安全的 看到议长童子伟来巡视刚铺好的流民船路 地方居民虽然对于施工期间这么长造成的不方便仍然有些抱怨 但是都能够理性看待 也非常感谢议长童子伟的协调 让所有工程提早顺利完成 有来我们很严谨的清楚 谢谢 公务处方面表示整合各管线单位利用暑假期间采密及施工方式 期间总共建置400公尺下水道污水干管 泰换老旧自来水管线300公尺 以及电信公司布设400公尺光缆设备 民船国中学校工程大型车辆进出也告一段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